芒果音乐禁演综艺《浪姐4》开播以来制造了无数的热搜名场面 节目组发掘了33位娱乐圈的宝藏姐姐 她们在公演留下经典的舞台秀 在真人秀环节又全是乘风破浪的精神内涵 业务能力和个性魅力全都征服观众 《浪姐4》两次公演舞台过后 八位姐姐提前出局 剩余的25位姐姐组成三大联合创始人队伍 谢娜·艾勒·安勒·安勃担任队长 彼此展开两轮联创队排位赛和一轮联创队队长合作赛 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之后 三大联合创始人队伍的成绩也正式出炉 安勃·联创队1990跳牌第一 艾勒·联创队1943跳牌第二 现代联创队1940跳牌第三 美伊里牙和张嘉尼解索成风创始人身份 根据赛制 安勃·联创队全员顺利晋级下一轮的比赛 剩余的两个联合创始人队伍待定 人气排名靠后的两位姐姐暂别舞台 李沙明子和无忧遗憾被淘汰 随着浪姐四三宫比赛正式收官 25位姐姐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也新鲜出炉 美伊里牙逆袭拿到第一名 Ella屈居第二名 卢靖山排名上升至第三名 C位争夺白热化 从浪姐四三次公演的人气排名来看 整个成团位重新洗牌 成团的形式也变得扑朔迷离 Ember调到了第四名 谢娜调到了第六名 龚琳娜 瞿莹等姐姐人气有了质的提升 岑可妮 黄丽玲 孙月等姐姐人气继续下滑 陈一涵卡位晋级 值得注意的是 吴倩在浪姐四逐渐找回自信心 人气排名也来到了第十二名 但是三公过后 吴倩因双眼势力矫正术后 没有进行妥善修养 进而出现一系列不良术后反应 本人也正式宣传 退出浪姐四四公舞台的录制 美伊里牙拿第一 C位竞争白热化 浪姐四处舞台过后 来自日本的美伊里牙成功出圈 二次元疯狂投票 网络人气断层第一 美伊里牙在公演舞台的表现惊喜满满 三公归途有风 拿下全场最高分 美伊里牙高音经验全场 人气排名也终于来到了第一名 从三次公演的人气排名来看 安伯 谢娜和美伊里牙都拿过第一名 人气断层的姐姐目前还没有出现 最终的C位之争也更加激烈 纵观浪姐四整个三公舞台 最具话题争议的就是队长合作秀了 谢娜 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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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队长代表团队出战 艾勒综合表现能力最突出 唱 跳 rap 找不出任何短板 但最终还是输给了艾勒 两家粉丝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作为海外女团成员之一 艾勒的综合能力确实很强 节目组也给了她足够的镜头展现空间 各种故事线全面铺开 大魔王的人设也深入人心 不过三公舞台节目组捧人过于明显 选人环节四位乘风创始人都选择投奔Amber 在拿了两首慢歌的前提下依旧上演翻盘的好戏 只可惜队长合作秀舞台演砸了 观众对结果并不买账 Amber的滤镜也碎了一地 虽然拿下队长合作秀的第一名 但是Amber人气排名反而下降到了第四名 谢娜在浪姐四节目中的争议非常大 尤其是二宫人气排名拿到了第一名 这一生也达到了顶点 好在谢娜在三宫舞台口碑开始反转 队长合作秀电底反而因祸得福 不但没有被骂还获得网友的夸赞 舞台上不再用力过猛 唱跳都有一定的进步 谢娜的人气排名从第一名降到第六名 这个成绩更符合大众的预期 Amber在节目中的表现有目共睹 舞台上是实力王者唱跳能力突出 舞台下化身喜剧人综艺效果拉满 而在团队中她又是不可或缺的黏合计 给队员们提供全程保姆式的贴心服务 Ala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 人气排名来到了第二名 目前来看 Ala、Amber、谢娜、美伊里亚等姐姐整体表现突出 都有高人气加持 已然成了浪姐4C位最有力的争夺者 而且彼此间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成团位洗牌 徐怀玉人气提升 按照浪姐前三季节目的成团规律来看 浪姐4至少会有9个成团名额 这也意味着 人气排名前9位的姐姐都有机会拿下最终的成团位 从浪姐4前三次公演舞台的人气排名来看 整个成团位也不断在进行洗牌 目前来看 Ala、Amber、谢娜、刘希君、朱朱、卢靖山等姐姐的人气排名 一直都处于成团位 排名也逐渐趋于稳定 不出意外的话 都会拿下最后的成团位 让人意外的是卢靖山 咖位和路人员都不够突出 但每一次公演舞台的人气排名都很突出 作为浪姐4的最强辅助 龚琳娜每一次的公演舞台都稳稳输出 她的实力终于被看到了 三宫人气排名来到了第8名 终于进入成团位了 相较于龚琳娜、曾可妮、黄丽玲、孙岳等姐姐的人气排名不尽如人意 三次公演下来 整体表现缺少突破 观众的投票也说明了一切 徐怀玉在浪姐4节目中的经历可以用过删车来形容 一宫舞台划水严重 不仅遭到全网的骂声 也差点被淘汰出局 徐怀玉整个人变得郁郁寡欢 舞台上下也完全没有了自信 在团队成员的帮助下 徐怀玉开启自愈之路 二宫和三宫舞台进步明显 自信心有了 整个人也变得更活泼了 浪姐4前两次公演舞台 徐怀玉都是卡位晋级 三宫舞台人气排名来到了第19名 终于不用卡位了 两人遗憾被淘汰 吴倩因并退赛 随着浪姐4二宫比赛的收官 23位姐姐顺利晋级 李沙明子和吴倩两位姐姐遗憾止步 作为芒果自家主持人 李沙明子在浪姐4中并没有享受自家人的待遇 镜头少 存在感低 全程几乎沦为背景板 虽然李沙明子的唱跳实力在线 个人的情商也非常高 但她注定难走远 早早出局也在意料之中 吴优在众姐姐中的咖位并不高 能够走到三宫舞台 已经是突破自己的极限了 节目组也给了她展现自己的机会 每一次公演都有谢娜助力 二宫舞台人气低迷 但也靠团队顺利晋级 谢娜在三宫队长秀中成绩垫底 无忧也没能被保住 观众圆成了她晋级的最大拦路虎 吴倩在浪姐4中享受冰火两重天的待遇 节目开播后 因为小心翼翼的样子让人心疼 但随着你好 星期六节目的播出 吴倩人设翻车 网络全是质疑声 吴倩变得越来越没存在感 镜头每次给到她 都是哭丧着脸 在队长艾乐的帮助下 吴倩在舞台上一点一点进步 她终于放下沉重的包袱 人际排名也不断上升 三宫更是来到了第12名 遗憾的是 吴倩一直以来精神紧绷 三宫结束后 眼部出现不适 最后选择退出比赛 浪姐4已经播完了前三轮公演 口碑可谓毁于参半 选曲方面颇受好评 证明请回赵赵是明智的选择 舞美和编曲却引起一些争议 网友纷纷表示想念阿肯老师 6月16日 成峰2023第77上线 备受关注的三宫个人喜爱度榜单 终于发布 跟上一轮相比 排名发生了大洗牌 有人下滑明显 也有人排名雕升 一宫 二宫录制的时候 小美的人气尚未完全发酵 三宫就不一样了 她所在的归途有丰组 拿到了全场最高分 她也众望所归地做上了头把交椅 第二名是陈家化 一宫位居第二 二宫排在第五 三宫又回到了第二的位置 除了业务能力强之外 艾拉的领导力和亲和力也有目共睹 绝对是本季C位的头号大热门 卢靖山前两轮都排第六 此次首度机身三甲 带并上阵仍有不错的发挥 和两位大Vocal同台没有拖后腿 拿到高票在情理之中 Ember虽有稳定的表现 队长合作秀的分数也压过Ella和谢娜 排名却下降了两名到第四 刘希君上一轮跌到第八名 这次凭借归途有风 重回前五之列 谢娜二宫成功登顶 激动到落泪 谁曾想三宫起所在的联合创始人队总分垫底 她也首次跌出了前五名 锦位列第六 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朱朱上场杀进第三 这一轮下滑至第七 龚琳娜作为最强辅助 前两轮锦排十四名 十六名 让众多网友一难平 此番终于守进前十 当真是可喜可贺 知福从第四退到了第九 贾靖文则小生一个名次成功卡时 曲音姐姐从十五名上升到十一名 距离重回前实景一步之遥 吴倩从十七名冲到十二名 可惜在晋级后因为身体原因选择退赛 Awin本场表现不差 却下滑了六个名次到十三名 同阵营的曾可妮从十二退至十四 孙悦也退步了两名 作为这一季的大姐大 她只进过一次前十 排名一直在下降 未免有些尴尬 张嘉妮进步两名到十六 杨酿 蔡少芬从第九名跌到第十七名 邱茨炫从二十一名前进到十八名 徐怀玉算是本季的争议人物之一了 前两轮的发挥均不尽人意 三公总算靠山河图重新证明了自己 个人排名也升了四个名次 除了谢娜 知福 黄丽玲 蔡少芬之外 还有一位姐姐也退步了五名以上 那就是刘亚瑟 景台在二十名 陈一涵和吉娜分裂二十一 二十二 谢欣的存在 拔高了第四季的舞蹈水准 可惜现场的浪花们并不买账 排名倒数第三 引得不少人 为其打抱不平 武功即将录制 刘亚瑟 陈一涵 吉娜 谢欣四人的晋级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浪姐四播出过半 哪些姐姐能够成团 已渐渐失去了悬念 只希望后面几场公演能更用心一点 多几个出圈的舞台 不要高开低走